那刚刚的话呢,就是自行撰写那个VPA 这个我想后面的部分难度比较高啦 所以原则上我大概就说一下 如果有些同学可能现在还有一点不是那么理解的话 回去可能再花一点时间稍微再尽可能的 可以的话啦,最好是可以把程式重新打过一遍 因为程式说真的不多,但每一行都很重要 OK,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再把画面共用一下 给各位练习的时间可能没办法很充裕啦 所以回去可能还是就多花一点时间啦 那各位可以看到,刚刚的程式码其实在云端上,第二页啦 所以回去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主要重点就是那个哪个范围的筛选 OK,Auto filter 后面的话是哪一栏 然后怎么条件 OK 所以以后的话 假如你不用录制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你会发现相对程式会短很多 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假设用录制的 你会发现底下那个程式相对垄长 然后复制 比如说把某个得到的结果要复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话 那前面呢记得要完整的范围 后面的话只要放在哪一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就左上角 它会自动帮你把你要贴上的东西 自动延伸出去 OK,所以点Copy 然后给它一个哪个储存格的位置就可以了 所以点Copy 那这个难度比较高啦 所以请各位也许回去再试试看吧 那底下当然还有别的方法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参考一下 包含就是说 像那个什么 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重复 像这个这个名称 这个物件有没有 这边都重复啊 所以如果你不想一直重复的话 你可以用with 你用with 然后前面就留个点就可以了 然后它就自动知道说 你前面开头的都是同样一个物件 但如果不用也没有关系啦 因为用这样的好处就是让程式 比较精简一点 其他大概也就大概这样 如果你假设你现在还没有办法理解的话 你先了解这个前面的这个程式部分 OK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 我画面有分享 那再来的话呢 请各位就自招 帮我开启那个另外一个范例 数学函数里面的最后一个 假设乐透彩中奖几率统计 那这个顾名思义啦 如果今天我们要算几率的话 OK 那该怎么算比较简单 其实顾名思义 这个把它储存一下 储存一样 因为里面有VBA 所以你储存的时候 他会问你说 是否储存无聚集的 是一定按否哦 如果你按4的话 VBA就不见了 所以否 然后记得呢 把它存成 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按储存 这样就OK了 好 那这个把它关掉 那并且帮我开启 这个乐透彩的中奖几率统计 那打开之后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题其实呢 跟刚刚那一题 蛮像的 就是说第一个 一样会用到count if函数 第二个的话呢 一样会用定义名称 然后呢 会多用一个叫count函数 那接下来怎么做比较简单 首先的话 我们要统计什么 把这个放大一下 101年的几率是多少 那什么几率呢 1号出现的几率多少 OK 那102年出现1号的几率多少 那几率的话 其实基本上的话 就是说 1号在这个101年 所以特别是101年 这个是开奖的组有记录 那总共开出的期数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日期 这个是哪一期 那你可以control向下 这个是101年的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control向上 一直到99期 那开出来的号码 它的规则一定是6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其实就7个号码 OK 所以理论上呢 我们需要统计的 基本上就这7个号码 每一期7个号码 那也就是说 这个范围里面 哪个范围 从D2 一直到J2 到Ctrl Shift向下 这个范围的话 总共1号出现的次数有几次 所以你要怎么算 当然不是叫你用傻傻的一个慢慢算 其实这边可以用什么 用conif最快 所以我要怎么样conif它 那算1号出现的次数 那理论上因为它也是跨工作表 所以我是建议 你可以把这个101的 这个开奖号码 把它定义一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叫什么 所以待会请各位先切到101的这个范围 然后D2一直到J2 先选横向 那选到底的话 就Ctrl Shift向下 那给它一个名称好了 这名称叫什么 叫110 但特别注意 你不能叫1101 Enter 它会出现 你这个名称不是什么有效的名称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定义名称里面 它不能是数字开头 所以怎么办 干脆在前面加一个非数字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叫什么 叫开奖101好了 开奖101 这个叫开奖101 那我偷懒一下 把这个先复制一下 为什么 因为等一下 等一下那个 那个什么呢 那个什么呢 右边102年 叫开奖102 所以这个范围 记得先选 D2到J2 Ctrl Shift向下 然后这边的话呢 输入开奖101 Enter 这个范围 叫开奖101 这个范围 追2 一直到 D2到J2 Ctrl Shift向下 这个叫做什么 开奖102 Enter 那我先把这个范围定义好之后 接下来就简单的 统计分析 101年 插入函数 我用conif 帮我算一下 1号出现的次数是几次啊 conif 范围F3 开奖101这边就出现了 帮我算一下 那个开奖 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然后呢 这里面帮我算一下 1号 QR1 1的话直接点选 A2储存格 这个 criteria.a2 OK 这个时候他会告诉你说 哦 里面出现的次数是17次哦 那其他号码 ctrl 点两下好了 其他都算了 可是问题我们不是要算次数啊 我们要算机率 那机率的话呢 后面必须除以什么 除以 101年这边总共全部有几个号码 理论上应该是什么 7个号码乘上99 所以应该是693吧 OK 可是当然你 你想说那 手动除 除以690 问题如果将来那个范围会变动的话 你用自己手动算哦 基本上不是那么精确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啦 你可以用什么 用一个函数叫counts 那刚刚有特别稍微提一下 counts这个函数哦 基本上就是算那个某个范围里面数字 总共的数量是多少 所以呢我们可以counts然后加F3 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按F3 在资料边上也可以点两下 帮我算一下哦 开箱101里面这个范围哦 总共有几个号码 那他理论上回来就是693 所以呢在693里面哦 再以他当分母哦 然后呢上面的话当分子 就是总共有17次的话 那所以几率应该是多少 打勾一下 也就是0.0245 这么多次哦 这样他的几率 那所以呢 把他向下填满 其他几率也算完了 那102年怎么算 其实102年很简单 把这个公式哦 如果你101年算完之后 你把101年算完 把他贴到102年哦 如果你有定义名称的话 那其实蛮简单的 因为名称只差一个字 所以你贴上公式之后 把101呢 改成102 那其他都不用改 把他怎么打个勾 102也算完了 有没有 0.0206 一堆后面小数点 OK 不过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这个 几率部分哦 假如说你用那个小数点位数这么多 其实对于那个阅读上面呢 并不太方便 那假如说我希望哦 将来 可不可以帮我改成 就是说呢 用那个什么呢 1万次出现几次的这样的一个显示方式 也就是说呢 以那个1万当分母 然后前面的话呢 比如说245当分子 然后显示出来说 哎 就是1万次 大概中奖的次数大概245次这样的 OK 相对的话 阅读性会比较高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改这个格式呢 OK 所以请各位哦 这个最后把这个分母先讲完了 OK 按右键 出生个格式 如果我说呢 我要把它改成1万次出现几次的话 那理论上一定是分数啦 那什么当分母呢 把1万当分母 可是你会发现哦 在分数里面哦 最多好像只有一百为分母 好像没有1万当分母 所以你会100次哦 大概出现两次 可是我 这样感觉好像不够精确 我希望以1万当分母 那可是问题这边没有怎么办 教会一个方法哦 如果呢 他格式里面有一些没有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去变 怎么变呢 记得哦 按下制定 按下制定之后 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100 诶 那所以哦 有个简单的方法啦 你直接把100改成1万不就好了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 他上面会出现245 1万次出现245 诶 相对比较好理解 按确定 好 记得哦 分数 本来这样嘛 改成制定 补两个0就可以了 按确定 那这样的话 向下填满 我们就可以把101年的几率算完了 诶那102年怎么办呢 一样嘛 可是问题 那这个格式我如果带过来很简单嘛 用这个复制格式点一下 再刷一下102年 哎呦 一样嘛 OK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基本上 基本上的话呢 101跟101 这个几率呢 就通通算完 请各位试一下 重点回顾一下 1 请你把什么101里面的 D2向右选到J2 Ctrl Shift向下 把它取名叫开奖101 OK 然后Enter 这个叫开奖102 D2到J2 Ctrl Shift向下 这叫开奖102 然后并且呢 在这边输入公式 一个是count if 一个是count 除以count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